5月11日,美国图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向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发出新警告, 称在第42条法案于今晚午夜到期后,抵达边境的人将没有资格申请庇护。 他表示,政府将利用其在第8条下的权力对非法越境的移民实施严厉处罚, 包括至少5年禁止再入境和可能的刑事起诉。 马约卡斯强调,走私者长期以来一直散布边境将开放的虚假信息, 但美国的边境没有开放,非法越过边界且没有合法居留依据的人将被迅速处理和驱逐。 他劝诫移民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和花费毕生积蓄, 却换来被驱逐出美国的风险,并鼓励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 利用拜登政府为移民提供的慷慨法律途径, 包括可以在入境口岸安排预约的CBP-1移动应用程序。 由于第42条法案将结束, 边境巡逻队本周的每日总数创下历史新高。 目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有大约2万6千名移民被联邦拘留, 南部边境约为1万9千人。 目前,多个部门的人员承载量超负荷。 洛杉矶市议会5月10日投票决定扩大反露营法, 已包括伍德兰山的两个地点。 代表上菲尔南多古西部的市议员鲍勃·布鲁门·菲尔德 提出了扩大现行法律的决议。 该法律允许市政府指定特定区域进行执法, 以防止坐卧、储存或维护个人财产和阻碍公共道路。 在伍德兰山两个地方的无家可归者将被提供社会服务和住房, 如果犯罪率激增,营地阻挡了重要的走廊或者靠近学校, 就可以强制执行反露营法。 他补充说,有报告称, 伍德兰山的营地发生了暴力犯罪和性侵犯。 下一步,该市将在营地张贴标志, 在全面执行之前给居住在那里的人至少两周的提前通知。 据NBC5月10日报道, 近日,有关骗子针对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PGNE的客户进行诈骗的报告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PGNE称, 典型的骗局包括来电者冒充PGNE的代表并威胁称, 除非客户通过预付借记卡或Zilla等汇款服务立即付款, 否则就断电。 骗子们往往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他们通常针对脆弱的PGNE的客户, 如老年人、低收入居民或忙碌的小企业主。 最近新出现的一种诈骗方式是通过房地产经纪人的房源来针对房地产经纪人。 该公司表示, 从未在服务中断前一小时内向客户发送过任何通知, 也从未要求客户使用预付借记卡、 礼品卡、任何形式的加密货币或者数字支付应用程序进行付款。 如果骗子威胁要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中断服务, 那么客户应该挂掉电话、 删除电子邮件或关上门。 拖欠账款的客户通常会通过邮件提前收到服务中断的通知。 PGNE不会详细说明客户应该如何支付账单, 并提供多种支付选择。 5月11日, 欧洲议会的内部市场委员会和公民自由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人工智能法的谈判授权草案。 这项法律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管理人工智能技术的规则。 欧盟2021年草拟的AI法案框架侧重于限制面部识别技术等用途, 而最新的版本新增了针对通用目的人工智能和GPT等基础模型的制度。 欧洲议会议员扩大了高风险人工智能领域的分类, 还规定基础模型提供商有义务评估和减轻潜在的风险, 遵守设计、信息和环境的要求,并在欧盟数据库中注册备案。 根据提议,聊天机器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商, 必须在生成的内容中披露来自于人工智能, 并公布用于培训模型的受版权保护的数据摘要, 以便创作者可以从中获得报酬。 这也是自ChatGPT公布以来欧盟方面最关注的商业问题之一。 该谈判授权草案还需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 预计表决将在6月12日至15日的会议期间进行。 得到欧洲议会批准后, 欧洲理事会将开始就法律的最终形式进行谈判, 以确定法律的细节。